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希 今天我們會來玩Pokemon Let's Go Pikachu 我之前捉完超夢打完通關 我們就重戰道館冠主 首先是小剛 重戰道館冠主是一個好辦法去獲得更大的金額 重戰道館冠主的精靈就會變強了 我超夢自己打C底下打了小藍 就可以獲得Mega Set就獲得了 現在來演示 Mega Y的超夢 小剛都用水系? 這樣都可以? 小剛用水系的精靈 是水系 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水系 覺得古不古怪呢? 不過他有岩石系的招式 有岩石系的招式 精神強烈 好 急凍化石翼龍 化石翼龍 都是精神強烈 燈 OK 好 急凍化石熟 是水系? 小剛很懂得用水系的 呢 是不是讓電器盡力打一下 他剛才是鴨頭 不過也是精神的 升級X5 龍龍岩 還有一隻了 應該是 那好吧 這隻很厲害 破壞死光 其實這招很一般 無法動彈 我覺得這招不算厲害 我覺得這招 地震有地震 總之用精神強煉 一般是 精神強煉好用些 好了我們打完了盜冠主 有灰色徽章 志祺 好了今天我們打了 重戰了道館 小光 下次我們就重戰道館小霞 看下次的影片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右下角按讚 記得分享給其他人 想看更多影片 在這裡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其他人 適合玩Pokemon Let's Go的人 那好吧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